2024年的TVOS生态环境较往年又得到了丰富 去年的这时候我出过一期节目 来总结了我个人认为不错的一些APP 今天呢同样也是汇总 不过去年重复的那些应用呢 今年就不再提及了 如果你是一个刚入门Apple TV的一个小白用户呢 这个视频看完强烈建议你接着去看之前的 那么YouTube的小伙伴 可以从就这里 对右上角直达 然后B站的同学可以直接点这里就可以了 其他的平台用户呢 可以到我的主页去搜索Apple TV 查看播放列表 好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2024年的应用竞争 那么卷这个字啊 那就非常的恰当了 而其中又以播放器这个类别是最突出的 怎么说呢 我们接着聊 好 为了防杠啊 先说明一下 以下的这些APP没有排名的先后 只有出厂的顺序 有的是收费的 有的是免费的 大家符号 我们开车了 Sanplayer UI非常的简洁 不玩海报 不刮原数据 专注于播放体验 这也使得APP的速度非常的快 协议支持也OK 有WebDAV SMB FTP MB 和Jennifin 也包括APPTV Sanplayer杜比世界影射调的不错 几乎和Infuse差不多了 而且它非常详细的媒体信息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起播速度也很快 没有华丽的外衣 是用起来很舒服的一款播放器 今年播放器这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国内大厂的一个参与了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网易爆米花 之前它叫做Filmly 虽然目前支持的协议并不是太多 但云盘的支持还不错啊 海报数据刮销的速度也很快 另外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跨平台支持 除了iOS和TVOS以外呢 对安卓TV也有支持 这一点就非常的好 其实唯一现在让人有点个硬的是 需要用手机号注册登录 如果你比较在意这点的话呢 这里还有一款叫iFox的播放器 也有点意思啊 除了支持的协议和爆米花差不多以外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支持 iSO原盘播放 哎 这个点非常好 可以正确的识别原盘 毕竟目前除了Infuse以外 其他的很少又能够支持的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 iFox播放器并没有在我去年的视频中出现 今天简单提一下后面这个内容我会专门的补上 接下来就不得不提到下面的两位了 UI都超级超级好看 他们两个就是我在之前不久的视频更新中有专门的介绍 一个呢就是Refix 一款专注于NB管理播放的应用 而且颜值太好看 非常好 适合那些颜值控 又喜欢看NB的用户 如果你有多个NB服务 用它来集合资源 iOS和TVOS的支持 也能让你体验无缝的观影 而另外一个超高颜值的 当然就是Forward 微博的第三方客户端 微博的开发者全新作品 支持丰富的共享协议 本地也好 远程也罢 包括阿里云盘 它最大的特点呢 也就是AI了 不需我们去人工处理文件类型 AI会帮我们自动刮销原数据海报 并按类型智能的去分门别类 同样也采用资源库集合式管理 方便在一个界面中 快速定位想要的内容 目前iOS端呢 已经上架App Store TVOS端目前还处在一个内测阶段 相信不久也会上架到苹果商店 另外播放器这块 我还要再提一点 今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APP 也就是AGCPlayer了 一直没有时间去专门介绍它 今天借这个机会简单我们过一下 这个APP最最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于这个小组件功能 通过它可以无限扩展各种玩法 模块化应用 使得AGC可以成为任何APP 这几天我也正在试用中 非常的有意思 它的新版也快发了 后面我会出一个详细的内容 来专门的好好来说说它 想一想如果到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人专门来开发这些小组件 AGCPlayer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APP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音乐类APP 今天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 ListenNow了 几乎百分之百复刻Apple Music 支持Subsonic Neverjob和Spotify 当然最大的用途在于可以用它在 Apple TV上听国区订阅的Apple Music 另外可以联动支持HomeKit的智能灯光 配合音乐一起律动 非常的带感 更加要命的是它竟然是免费的 这里受得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款类似的APP 就是彩虹音乐 它没有其他的功能 专注于Apple Music订阅 如果你有使用国区的Apple Music 用它即可突破TVOS的限制 在你的Apple TV上使用订阅内容 有不少人在ListenNow中遇到一些播放问题 那么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彩虹音乐 另外还有两个App也非常适合一些使用本地文件的用户 一个就是Listenify 它支持的协议可以说是最全的 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你需要的方式来添加你的文件 通过远程API接口可以获得歌词和封面的信息 而另外一个就是LMP了 功能类似 我个人体验下来差别不大 但协议支持没有Listenify多 两者就看UI你更喜欢谁了 大差不差 好 再来看看游戏方面 是的 Apple TV上可以玩到小时候的那些经典游戏了 而这个登录TVOS的神器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Vitual Arch了 它是一个全能型的模拟器 几乎支持所有那些模拟器类型游戏 不过呢 在设置上稍微的麻烦了一点点 而且Apple TV的蓝牙支持手柄延迟也是有点小问题 部分手柄延迟很高 这个我会在后期专门做一期节目 来说一说这个各个手柄延迟问题 比如玉三家的手柄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关于Vitual Arch的详细介绍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两期内容 好 接下来也是一个神器级别的App了 它就是Talescale 它是一个网络应用 你不需要任何的网络知识 不需要了解什么是DDNS 不需要什么内网穿透 不需要什么端口转发 只用它就可以轻松的从外面连接回家 在外面访问家里的设备就和本地一样 还可以异地组网 把不同地方的设备轻易的拉到一个网络中 这些只需要一个App 就是Talescale 最后要说的就是一些小工具了 比如Chemiro 虽然它不是一款Apple TV的应用 但iPhone安装以后呢 可以轻松连接你的Apple TV Mac或者是iPad 截取图片和录制 方便一些需要此类生产力工具的用户 而同样是它的作者开发的另一款好玩的App Smallgram 可以在Apple TV上浏览Telegram信息 无论是频道或者是一些群组 易或是私信内容都可以在大屏幕上轻松的获取 有很多朋友用它来看一些有意思的小视频 而如果是你会怎么玩呢 再来看看Alist Server 如果你想在任何支持Web TV的工具里面挂在各种网盘 那么Alist几乎是你必备的工具了 这款名叫Alist Server的App呢 方便用户直接在Apple TV上开启Alist服务 无需你折腾什么多客环境 可以直接在App内播放和跳转第三方播放器 非常适合网络小白 不过呢 最近一直处在现实上架的状态 你是否能够下载到 就看缘分了 当然并不是我没提到的那些App就不好啊 这里要说明一下 只是以上这些比较有代表性而已 哦对了 有个浏览器骗局你们不要上当 就是现在占据App Store收费前卫的那个浏览器 它这个应用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浏览器功能的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上当 TVOS的App其实真的不多 经过这两年爆发式的紧喷 目前已趋于稳定的 后面再有什么新东西 也越来越难满足现在用户的一个胃口 毕竟大家见得多 起点已经很高了 今年我比较期待的就是 前面我提到的那个AGCPlayer 非常好玩的一个模块化的应用 和新的起飞浏览器了 不知道你们都有哪些觉得还不错的 TVOS端应用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论 我是小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你 2 3 4 5 5 5